他们都是在农村做农活的 我妈妈好像之前有点病 忘记什么病了 反正有 全红禅这一回家 村子瞬间热闹了起来 可没过几天 消息传来 她又要回归训练场了 她还没踏上跳水台 家里的故事已经让人心头一震 给妈妈送了条金项链 灿烂的像夏日阳光 闪得妈妈眼眶发红 全爸爸呢 他不是在家和大家一起热闹 而是跑去山头坐着 夕阳下 他那孤寂的背影 成了网友们口中的山顶父爱 谁能想到 这位笑得一脸憨厚的农村大叔 在这片山间 有着那么深沉的情感 粉丝们显然不愿意看到 全红禅就这样悄然离开 他们已经开始倒数他 回归训练的日子 一天天过去 村口的小卖部也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那些曾经为了见他一面 而奔波树里的大妈粉丝团 似乎也开始准备着下一场围堵 毕竟 像全红禅这样一个从贫困农村 一步跳进世界聚光灯的少女 真的是无数人眼中的奇迹 说到这段日子 全红禅在家里安安静静地给粉丝们签名 蹲在果园里 一笔一画的专注和跳水时的英姿截然不同 她的自己早已脱去了稚嫩的模样 熟练的像是经过了千百次练习 她那认真的神情 让人不禁联想到 她在赛场上的无数次起跳 都是这样一丝不苟 或许 在她心中 粉丝们的期望和跳水动作 同样重要 全妈妈直播时 脖子上那条金灿灿的项链 成了话题的焦点 这个从田地里走出来的女人 哪曾想过有一天会戴上这么贵重的首饰 大家都在猜测 这是全红禅给她的礼物 一条带着女儿笑心与心情汗水的项链 而全妈妈的笑容中藏着一丝酸楚 那笑是为女儿的成就骄傲 酸楚则是因为这意味着不久后的再次分别 全红禅的爸爸 或许是村里最不善言辞的人 但在那沉默背后却隐藏着深厚的父爱 她没说什么 只是带着草帽默默地走上山头 坐在那片她熟悉的田地边缘 看着太阳慢慢沉下去 夕阳把她的背影拉得很长 像是和大自然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 父爱如山 这话在全爸爸身上得到了最真实的诠释 全红禅在家的时光 也许是短暂的 但对于她来说 每一分每一秒都充满了浓浓的亲情 她没有像外界想象的那样 沉浸在荣誉和掌声里 而是和家人一起度过了简单而温馨的日子 她依然是那个和村里小朋友们玩耍的大姐姐 和他们打闹开怀大笑 她和小时候没什么不同 甚至可以说 越是站在荣耀的巅峰 越是回归了最初的纯真 这个在赛场上风光无限的跳水冠军 在家里却像个大家长一样为家人操心 哥哥喝醉酒 他会去安慰 姐姐的人生规划 他也参与其中 他买了最新的手机给妈妈 还带着妹妹去水上乐园封玩 他的贴心无处不在 甚至每个小动作里都透着一份沉稳与懂事 这份对家人的爱绝不是一时兴起 而是他成长过程中最根深蒂固的一部分 家里的硬板床 他可以睡得安稳 一块钱的淀粉肠 他吃得津津有味 这种简单的快乐 像是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满足 全红蝉从来不需要奢华的物质条件 他的幸福源自内心的纯净和对家人的爱 这一点 无论他走得多远 成就多大 永远不会改变 这段时间 他还热心照顾着村里和家里的小朋友们 他对孩子们的喜爱 像是在补偿自己那些年失去的童年时光 小时候 他的生活几乎被跳水训练填满 童年的欢乐 对于他来说就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而如今 他似乎在用这种方式 重新找回那些失去的片段 全红蝉的家庭互动 温馨又细腻 他和家人之间的点滴 都充满了他对这个家庭的依恋 他不是那个跳水台上冷静果敢的冠军 而是家中的女儿 姐姐 是那个无时无刻不在位 家人考虑的全红蝉 未来 他将重返赛场 继续他的辉煌之路 但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化 家乡的这片土地 家里的这张硬板床 永远是他的避风港 全红蝉 这个小小的村姑 用他的纯净和善良 深深打动了无数人的心 不得不说 从一个满脸稚气的农村小姑娘 到如今站在世界顶端的跳水冠军 全红蝉用他短短的十几年来 演绎了一个奇迹 他的成功并不只是靠天赋 还有那份从小养成的坚韧与责任感 和那些被名利冲昏头脑的年轻明星不同 全红蝉始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 他没有忘记曾经的小伙伴 没有忘记家里那张普通的硬板床 也没有忘记给自己最爱的家人买礼物 看着他照顾家人 照顾小朋友的模样 谁能想到这个温柔又贴心的女孩 曾经是在跳水台上战无不胜的冷面杀手 生活中的他远比赛场上的他更令人心生敬意 他的纯净像一股清流冲刷着这个被名利与物质浸染的社会 未来的路还很长 全红蝉会继续书写他的辉煌篇章 但愿他始终能保持这份纯净和初心 不被外界的光环所束缚 依旧是那个对家人无微不至 对生活充满热爱的小姑娘 此外 当巴黎奥运会的余温未散 全红蝉 马龙 孙颖沙等奥运家的每个举动 都牵动着外界的目光 随着奥运会结束 关于这些运动员未来的生活保障问题 再次引发热议 很多人担心 这些运动员在经历了多年高强度训练 为国争光之后 只会成为公众手中的工具 毕竟 奥运冠军们不仅需要应对比赛后的疲惫 还被安排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真正的感受却似乎不被重视 可当人们对这些疑虑感到愤怒之时 一个重磅消息让所有人目瞪口呆 巴黎奥运会前三名的运动员将享有终身保障金 根据体育总局透露 130名优秀运动员 包括冠军 亚军和冀军 将在年满60岁后领取一笔终身保障金 这不仅意味着他们拥有更多的安全网 还体现出国家对这些为国争光的运动员们深厚的关怀 这项保障政策不仅是一种金钱的补偿 更像是一张安慰的手帕 轻轻擦去人们心中的忧虑 奥运冠军每月可领取0.6万元 亚军0.5万元 继军则为0.4万元 对于那些曾经奋战在赛场 满身伤痛的运动员来说 60岁以后能够享有这种养老保障 无疑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和生活上的底气 全红禅这位17岁的跳水天才 在巴黎奥运会上勇夺双冠 根据这项规则 他将在60岁后每月领取6000元 虽然现在他风光无限 备受瞩目 手中的荣誉与金牌数不胜数 但我们都知道 运动员的职业生涯 往往伴随着巨大的身体风险与伤痛 如今的他光彩照人 未来 哪怕归于沉寂 至少生活不会为他带来负担 他在年老时 也能依靠这笔钱 维持基本的生活 这一政策 引发了网友的激烈讨论 很多人认为保障措施虽好 但60岁才开始领取 未免太过遥远 有网友甚至戏言 等他们60岁 估计早就忘了 还能领这笔钱了 这种反差似乎让人哭笑不得 但也有人调侃到 还好没按照延迟退休的年纪算 60岁已经算早了 这种微妙的讽刺中 透露出一丝对运动员现状的无奈 尽管如此 这项政策仍然代表了一种 国家层面对运动员长远利益的保障 而运动员们也可以更加无忧地拼搏 毕竟不用再为老去时的生计发愁 回到全红蝉这位跳水小天才的身上 他目前风头正静 但背后隐藏的伤痛与压力 外界无法想象 跳水是一项高风险运动 伤病是不可避免的 这些为国争光的运动员 从青春年少时就投入了无尽的汗水与痛苦 哪怕站在最高领奖台上 也有着无法被外界感知的沉重代价 全红蝉的双冠辉煌背后 是一次次高空跃起后 重重落水时的疼痛 是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 和数不清的压力 而这些正是他的勇气与坚韧所在 如今国家的保障 让他未来有了一丝光明 这比养老保险不仅是物质上的支持 更是精神上的慰藉 他会因此更加无畏地 继续自己的奥运梦想 也能以更坚定的步伐 面对人生中的每一次挑战 未来的路依然漫长 许多光环下的艰辛与付出 或许还未完全展现 但我们看到的是 全红蝉 马龙 孙颖沙 这些奥运家 依旧怀抱梦想 继续在赛场上 书写属于他们的传奇 而到了他们60岁的时候 曾经的光辉与汗水 将化作这每月的一笔保障金 默默见证他们的付出与成就 总体而言 从聚光灯下的荣耀 到60岁后的养老保障 这个跨度似乎大到 让人有些哭笑不得 一个才17岁的跳水冠军 居然已经在被讨论 60岁的生活了 听起来像是一场 令人发笑的讽刺剧 他现在的一举一动 备受关注 甚至连走在村里 都会被人追逐 而几十年后 他可能在一家小店里 静静地刷着自己的养老金 生活总是这样充满反差 从当下无数粉丝的簇拥 到未来老去的那一刻 或许该想的 不是这些年轻人 未来该如何生活 而是他们眼下 还能享受多少纯粹的快乐 那些光环 终将退去 而真正留下的 只有他们曾经拼搏过的汗水 和那段属于自己的荣耀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全妹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